难怪华人逃离! 美国这座城35年要缴250万租金。 最新研究发现,金山人租公寓,一生共要缴交租金250万元,成为全美交租最高城市。 图为旧金山挂牌出售的房子。 美联社。 在高房价的旧金山,如果买不起房,前景可能是十分很令人沮丧的。 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,旧金山租住公寓的人,如果从25岁起开始缴交租金,截至60岁为止,35年之内,总共缴交的租金多达250万元。 这项研究由理财网站GoBankingRates所作,研究了全美人口最多的25个城市,计算了每个城市的租房人由25岁至60岁总共要缴交的租金。 租金高的旧金山,不出意外,排第一,一个人35年总共要缴交250万元,第二名是洛杉矶,要218万元,第三是西雅图,要215万元,第四是盛河西,要200万元。 这项研究是迁徙世代特别沮丧,因为旧金山房价特别高,今年5月的中间房价标至165万元。 房地产网站apartment list不久前的报告显示,80%的迁徙世代都说,希望买房,但是他们大多数每月都储蓄不到1000元,无法处够买房所需的投款。 研究发现,美国人一般都在30多会第一次买房,但目前的迁徙世代比以前的年轻人更难买房,因为迁徙世代受到大量学贷,房屋供应减少和高房价的加击。 Go Banking也发现,有些大城市的租金是比较便宜的,例如迪特律,一个人由25岁至60岁,总共才需缴租50万2740元。 湾区五月工作大增,房价交通恶化。 加州就业发展局的最新报告显示,今年5月,湾区经济蓬勃工作大增6800份,使湾区九县的工作总收达398万6000份,打破记录,超过2000年网络公司活跃时期的历史性记录。 南湾、东湾和旧金山、圣马标的半岛地区的失业率都创新低。 不过,经济蓬勃和就业大增也有黑暗面,塞车比钱更严重,房价和租金继续攀升,使湾区人的负担能力进一步下降。 经济学家警告说,湾区目前的经济成就,每月新增工作超过7000份,可能是未来经济成长的绊脚石,因为房价过高,交通太过恶劣,将对未来的成长造成阻碍,高房、高租金和塞车比使负担不起高生活费的人大量移到中股。 报告显示,由去年6月至今年5月的12个月内,湾区新增工作88200份,南湾圣塔克拉拉县占34500份,旧金山、圣马标两县占23000份,东湾两县占23100份。 过去12个月,南湾招聘的工作数量占了湾区的39%,而湾区过去12个月所创造的工作,则占了全加州同期新增工作的29%,使湾区成为加州新增就业最多的地区。 南湾圣塔克拉拉县5月份的失业率为2.5%,是1990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,旧金山、圣马頇两县的失业率是2.2%,东湾两县的失业率则是2.9%,两者都是历史最低。 眼前的最大问题是,这样的繁荣蓬勃,可以持续多久?泡沫什么时候会破灭? 经济学家说,眼前的繁荣和增加工作的速度未来很难维持。 就金山美西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,Scott Anderson,说,未来12个月,将难以维持每月新增7000份工作的速度,原因并不是公司减少招聘,而是公司招不到人。 甲州经济持续研究中心的主任李维,Steven Larry,说,我们必须扩大湾区雇员工总人数,最佳的办法是,多建房屋和公寓,让新聘的员工有房可住。 否则,越来越多人被逼外移,或被迫离开湾区。